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,在军事领域涌现了很多巨头,美国的核动力航母代表全球最尖端的远洋作战能力,而对于中国和一些在远洋作战能力上,来说相对薄弱的国家来说,本土防御就成了重中之重,虽然中国目前已经拥有自主制造航母的能力, 但是说实话相比较于美国的11艘航母,进一步加强防御反航母能力,才是切实可行的,在中国一直进行第一把航母弹道导弹为核心的区域日制战略,是对美国航母群威胁大的一种防御进攻手段,缺点在于无法远洋作战,优点则是至低于千里之外,美国媒体曾这样说道,随着中国的舰载防御体系成熟, 美国将不得不迎来反航母的新时代,而作为中国的看家神器东风,激烈的反航母弹道导弹,更是获得俄罗斯军事专家的一句看好,东风21B被衬之位,能够完成对美国航母致命一击的存在,为了应对东风21B对美国航母的致命威胁, 美国要求加油机在远离航母500海里之外进行空中加油,以此来扩大攻击半径,保护航母安全,确实是不错的对策。 不但是航母远离东风21B的精确打击半径,更是进一步扩大了舰载机的作战能力,但如果以为这样就能克制中国的东风快递,那就打错错错了。 中国在反航母导弹上是双保险,东风21B打击半径在2000公里,而东风-26则开8至4000公里,对于美国航母来说,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,东风系列导弹具备末尾制导能力,并且搭配时马克动力,但前方空系统很难拦截,自己来说很多人认为不具有客观性,所以引用美国一名军官的言论, 他这样说道,中国的东风21B,对美国五角大楼带来很大的压力,在美国航母的各项数据分析中,根本无法接近中国海岸线1500公里,那是一条死亡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